大家来到我们XGBT基础课的第二堂 那第二堂呢我们讲如何注册并且使用XGBT 那在第一堂课里面呢我们讲到了是说 XGBT的使用主要是使用 主要是有两个部分的先天要素 第一个先天要素呢 就是你需要有一个真正能够连接互联网的一台设备 那这台设备可以是电脑或者说是pad或手机都可以 那一般来说是电脑会好一点 那这个所谓的真正连接互联网呢 我相信大家都了解是什么意思 那第二点呢就是要能够有基本的英语能力 那基本的英语能力呢是跟XGBT沟通的一个必要条件 那和其他的AI产品也是差不多的意思 因为这些AI的产品它大部分都是由英语来训练出来的 那中文也有可能懂也有可能不懂 或者说他也不是很理解很多词的一个意思 我说特别是对一些流行用语的一些概念他更加不懂 所以建议呢大家用英语会好一点 那关于联网这件事情呢 那如果你是在这个这个墙外看到这个视频的话呢 网络就已经没有这个问题了 那如果你在墙内的话呢 那可能还会就是需要请教一些朋友和专家 那在此呢因为中国法律的关系我们不详述 那这是一个二维码就是我推荐的一个 可以能够连到各种各样的互联网的一个机场 那互联网的一个就是连所谓的翻墙嘛 那基本上有两个方法 一个方法呢是使用VPN 另外一个方法呢是机场 那这个二维码呢是一个机场 那我们先来讲讲什么是VPN 那VPN呢原来最早是用来给公司去做 就是通过互联网能够连接到公司内网的一个链路的方式 它可以让你在内网之外 假装自己虚拟化了自己在内网之内 这是VPN的一个主要的功能 但是到了中国之后呢 有一点变化 因为大家觉得这个书不错 更加加上有一个强的存在 所以你可以通过VPN连到就假装你在国外 那这样就可以连到原来不能够访问的那些 打引号的非法的一些网站了 所以这是VPN VPN有个致命的缺点 就是它把你虚拟到的国家的这个数量很有限 一般好的VPN大概也就四个五个六个国家可以选择 那比较破的VPN基本上就一个两个可以选 所以这个是VPN最大的缺陷 那一旦比方说 QGBT它要求你在这个某一些特定的国家 那比方说是美国啊 或者说是新加坡啊 都是主流的一些节点你可以访问的 那如果恰巧你连到了香港 你就不能够访问QGBT了 所以这个对一些VPN来说是比较挑战的 有些VPN的主要站点都在香港 所以这是大家要注意的 那机场呢就是另外一回事 机场本质上是一台服务器或者是若干台服务器 那一般是有一个机场的一个 怎么说呢 厂主或者说它是一个机场的负责人负责搭建 那机场呢往往会提供很多个 这个虚拟的一个位置的选项 比方说两三个香港啊 两三个日本 两三个新加坡 两三个美国甚至于印度英国之类等等 那我应该推荐的这个机场呢其实应该是提供比较多的应该至少也有四五个地方可以选 然后每个地方可能有两到三个备份的站点 所以大家可以这是往现在看到价格比较低的一个机场那也没有也可以吧只是说可能给我能够积累一点信用的积分仅此而已 所以这是一个联网的一个情况 那如果你已经在墙外的话呢 不管怎样 如果你在这个翻墙出来还是能在肉身在墙外的话 你应该已经克服这一点了 那另外一点呢就是英语的技能 英语的技能呢 那主要是刚才提到的 Chair GPT的训练是通过英文来训练的 你可以打中文 你可以打日语 可以打繁体中文或简体中文都可以 他也有回复 但他回复很慢 就像第一堂课所说的啊 英语他平均的一个回复的时间在一秒以内 如果是中文的话 我经常体验就是五秒以上 所以这是一个本质的区别 那如果你英语实在不行的话呢 我的建议就是你可以通过翻译软件 然后把中文翻成英文 打给他啊 他回复你英文 然后你再把它回复英文再翻成中文啊 这样虽然比较麻烦 但是依然你会得到比较快的一个响应 但是这个这个整个流程速度要比你直接打中文要来的快很多 那因为如果你不是注册了XGPT的plus版本 就是你每个月付20美金的话呢 其实会面临就是他的性能也比较差 经常会跳红字 跳红字就是你可能因为你的VPN不稳定啊 或者说你的机场不稳定啊 还有就是可能是XGPT本身自己的服务器不稳定 那导致说他的反应很慢 或者说直接就跳红字了 跳红字之后呢 你要发现一下重新进去 所以这个比较麻烦 那我们来讲一讲怎么样注册XGPT 那XGPT呢 你可以通过这个beta.openai的网站去注册啊 这个网站其实应该是不需要翻墙 应该是不需要翻墙的啊 但如果未来可能被被列上那个名单也是有可能的 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这是大家要注意的一点 那登录这个网站之后呢 你就可能会看到这个页面啊 就这个页面是说这个openai不提供服务在你这个国家 那这个往往就是你的API 你的IP在香港啊 或者说你本来就在大陆地区 那这样子的话呢 你的这个openapi他就直接把你排除在外了 当然如果你登录了之后啊 基本上不会碰到这个问题 因为你登录之后他也认识你 他不会再去查你的位置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不会再遇到这个页面 但注册的时候啊 或者登录的时候 你必须要把你的IP放在美国 或者新加坡 这是我的啊 个人建议最好的两个地方 那正常点注册之后呢 你会看到最左边这个第一个页面就是create your account 那create your account呢 你可以有三种选项 第一种选项就是输入你的邮边啊 就是你的那个电子邮件的地址 第二个呢就是啊 你用你的微软的这个邮箱 比方说以前有人有outlook msn的邮箱啊 或者说现在office365的邮箱啊 都是可以的 或者用你的google的gmail邮箱啊 也是可以的啊 如果你已经有的话 你可以点这个login 对吧啊 这个很好理解这一页 然后如果你点了邮箱 或者说是你用微软 或者google的这个邮箱去注册的话呢 他会问你你的名字叫什么东西 那你会输入你的信和名进去呢 这个很简单 organization这个是你的公司名字 你可以不用去管他然后可以挑开 第三个呢就是很多人碰到的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就是他需要你的一个电话号码 如果这里这里这个国旗这个地方 你选那个加86的话 就是中国的话呢 那基本上他不会让你再过了 所以最好你去找一个另外的一个国家的一个电话 那通常大家会找美国啊 或者新加坡啊 或者说是包括台湾啊 这些地方的一些电话 那怎么样找国外的电话号码 注册国外电话号码 就跟去去 用翻墙其实很类似的一个体验 就是你要去找 然后去找 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呢 就是很多地方注册都需要一个国外的一个信用卡 所以最大的三点难点第一点就是翻墙 如果你会翻墙的话呢 另外两点稍稍微简单一点 第二个就是这个电话号码 那我们来讲讲电话号码给怎么解决啊 电话号码呢 我这边有两个选择 第一个选择呢 就是Google voice 这个很多人都听说过 但是Google voice呢 最近在淘宝上被封掉了 你要通过一些啊 这个这个替代的关键词啊 就像那个纸带名一样啊 你要去找到 他也是比较困难的 原来是你可以搜GV 那现在不知道能不能实现 那价格也比较贵 Google voice大概 大概买一个的话 大概是100人民币不到 然后可能到100多 Google voice是一个一个选择 相当于你在国内去买个电信 或联通的号码是一样的 那Google voice也是这样的一个 但它是一个虚拟的号码 它不会寄什么SIM卡给你的 它直接就可以啊 有这个账号之后呢 你就可以登录这个Google voice的网站 然后你就可以通过它来打电话 发展新闻啊 所以如果有短信验证的话 Google voice其实是个蛮好的 蛮简单的选择 而且在其他方面也可以帮助你做一些别的事情 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叫smsactive的网站 它的全部的这个地址应该是smsn-active.org 那这个呢听说是比较便宜 我没有注册过 听说可能就几块钱的民币 就可以去买一个号 然后激活之后好像过一段时间就没有用了 还是说发生有一个期限 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廉价选择 我没有试过 大家可以去认识 所以这是我的两个选择 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你要去买一张国外的信用卡 那国外的信用卡呢 基本上是买不到的 你要个人去申请的话 除非你的资金量非常庞大 才有可能去申请到 或者说你本来具有国外的一些身份 那国外的信用卡的话呢 你可以在淘宝上或者说在其他地方去买虚名的信用卡 那有些网站也提供 虚名的信用卡一般需要一个手续费 然后再加你这个卡的金额 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办法 而且可以用钱解决 那他的手续费一般可能就是五十块六十块啊 或者说八十块一百块 这样的一个一个档次也不会更多了 所以这是两个 这是那个刚才提到的国外信用卡的一个一个注册办法 那等这一切就是等你的电话验证完了之后呢 你就可以进入全GPT的这个界面了 好的 那我们现在在全GPT的这个登录界面里面 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登录界面 那我是冲了直的 就是我用了这个全GPT的plus版本 这个版本的最大好处就是速度很快 然后响应速度也比较快 也不太会出现红字 就是说我断开的一个情况 除非我的网络特别不稳定 登录之后呢 那你就可以看到是说它其实这个界面 这个界面其实跟大家的可能有点不一样 因为我装了一些插件 一个插件呢 就是我可以让GPT能够实施的搜索网页 因为大家都知道 GPT它其实数据是到2021年的 他的他的训练或者他的学习就是到21年的 你问他22年发生什么事情 比方说俄乌战争 他是应该不知道 那我就装了这个插件 那这个插件呢 那我们未来会在GPT的进阶的 这样的培训的课程里面提到 所以这个我们先不管 那正常来说的话呢 我还装了这个插件 是叫save screenshot 就是你跟大家对话 可以通过截图的方式把它保留下来 因为GPT的这个文字导处 它是没有按钮的 那没有按钮的话呢 其实是不太方便去做分享 用手工的一些方式去做截图也是蛮酷的 那你可以用一些截图的插件去 就专门用屏幕截图的插件去给他做截图 也是可以 那这里我们就不多讲 那全GPT的界面呢 主要就是两部分 左边这部分的这个一个黑色的 当然你也可以调成这个晚上的这个反射效果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左边这个黑色呢 就是你之前和GPT聊过什么东西 他会把所有的聊过内容放在这里 然后会放在这里 那这个是我刚才收的就是V2ray 就是刚才那个翻墙的一个技术 那他就会告诉你 然后下面部分呢 就是你可以把之前的所有的跟他聊天的记录都clear 就是你把这个聊天记录清除掉 那清除掉的好处呢 就是一方面就是保护隐私了 另外一方面就是清空他的大脑 清空全GPT的大脑 因为在第一行课里面 我们讲到过就是GPT 他有个短期记忆的功能 他能够理解上下来 然后说V2ray 对我现在在跟他说 Can you tell me more 正常来说 你跟一个机器人说 你能告诉我更多吗 他不知道你说什么 告诉我更多 然后说他理解上下文的话 这个大家就可以理解 就是他知道 你之前说的V2ray 对吧 我们就讲讲V2ray 讲更多的故事给你听 讲更多的一些知识给你听 对吧 所以这是GPT的一个特色 那clear conversation的话呢 就是把所有的记忆给清楚了 当然你也可以 你也可以跟他说let's start over 就是我们把之前说的那些都都忘了 我们重新开始 你可以他会告诉你好 没问题 那我们就再试试 Can you tell me more 他又不讲V2ray的事情了 他就把之前的东西都忘记了 对吧 所以这个呢是一个也是一个prompt 也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提示词 我们在基础版的第三堂课里面会讲到 这个这个lightmodel和dat model 大家都能简单的知道 就是说跟你的iPhone手机 还有其他微信啊 什么都是一样的 他给你一个黑白配色 或者说白黑配色 然后light account就是我的账户 我的账户点进去呢 就是你的一些个人的信息 然后你可以做一些简单的设置 然后你还可以通过我的账户里面 还可以去啊 使用他的API等等啊 这个我们也不在基础版的这个课程里面去讲到 然后更新和FAQ就是他的一些 更新的一些就情况 还有包括FAQ的情况 包括这个你有没有用这个JGBT Aclass该怎么用啊这些啊 他都会在这里展现出来 相当于是个手册啊 然后最后呢就是登出登出啊 这个都会理解 那这右边这边呢就是你们的对话 你是有自己的头像 我这边头像是直猫啊 其实GPT呢是他GPT的一个logo啊 啊那其实你会发觉每一个答案在这边 他都会给你一个啊 send up和一个那个send down 就是给你一个点彩啊 点点点赞的这样的一个选择 如果你觉得他答案很好呢 你就点个赞 那点个赞呢给他一个feedback 他就知道说哎我这个回答很好 那在下一次这个chagpt更新的时候呢 他就会把你的这个回馈他的这个答案 那个记录下来 那这个有有助于chagpt的一个训练的一个成长 相当于你可以把chagpt当作小朋友 那如果你每次都给他一个奖励 或者说啊批评他的话呢 他下一次更新的时候呢 其实他也会进步的啊 所以这是啊 当然这个进步是给所有人的 不是结益胜利啊 那当然你还可以就修改自己的这个问题 然后你可以重新去提交也可以 然后有时候有一种情况就是说啊 比方说我们让他can you make a poem 就是让他写一首诗啊 500个字好了500个字 那这个时候呢他会开始写诗 那有时候他很慢对吧 有时候因为网络的关系很慢 有时候因为使用的人太多的情况下有慢 你会发觉这里啊 这里下面有个按钮啊 就是说那他continue啊 那你可以让他停止 你看这个把它直接就停止掉了 然后他就他就不会再写下去了 也不会再写下去了 那你可以让他重新写 那重新写之后呢 这里有第一次回答和第二次回答 你可以选择 你看他现在也开始写诗了啊 那你把它贴到第一个地方 就回到原来的这个第一次回答啊 给我们停掉第二次回答 我们再切回来了 他继续再写诗啊 所以这就是一个啊 简单的一个去GP的一个使用 和他的一个啊 界面的一个情况 那这个右边这个小的这个也是个插件啊 还不用管 大概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去GPT的一个Demo在这里 那在下一堂课里面呢 那我会讲到啊 GPT里面一个比较关键的概念叫Pump 就是提示音啊提示词 那同时呢我也会讲一些关于GPT 可能在未来方面的一些可能 大家可以去做准备的 或者他的未来的路在哪里 你可以去提前去为自己做一些职业上的规划 或者说你啊兴趣上的规划啊 好的那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